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猪家美食 今天来做一档农家胡蟹包 今天我用的食材有鸡爪,年糕,豆腐皮,胡蟹,虾,西兰花,还有一些白菜 因为今天家里吃的人比较多,我食材提前都准备好了 我比较丰富一点,一大锅 这些食材全部清理干净了,直接做就可以了 先把鸡爪焯一下水 鸡爪要冷水下锅,再加点葱姜,料酒 现在焯水已经好了,把它捞出来清洗干净 准备一个铸铁锅,加肉开水 放着姜葱,我们熬鸡爪 再把洗净的鸡爪加进去 加点料酒 盖上盖子 用大火煮开转为小火炖20分钟 先把鸡爪要炖乱 然后再放海鲜这些素材 好了时间到打开盖子看一下鸡爪炖的怎么样了 你看这鸡爪炖出来是白白的浓汤 用筷子搓一下 暖了 先把这葱节取掉 葱节炖的很烂,姜片就放在里面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把蟹馅加进去 再次盖上盖子煮三分钟 现在螃蟹的时间也到了三分钟 打开盖子 接下来把虾加进去 再豆腐皮也可以加进去了 虾和素菜全部一起加进去 白菜 年糕也可以加进去了 这锅今天有点小了 今天的料比较足 满满一大锅 等下煮的时候它会小下去 整理一下 盖上盖子 再煮两到三分钟 好了时间到打开盖子 进行调味 来一小勺盐 来一勺鸡精 调一下这个汤汁 这一锅满满的 龙江湖蟹饱 超级棒 这样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好了 今天这道龙江湖蟹饱就完成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点关注和转发